那我那時候到波士頓 那到哈佛大學演講 那時候我懂的幾個英文字 大家知道嗎 三個 I don't know 我懂嗎 為什麼 因為這個跟大家抱歉 因為從小 中文太好了 我床頭書就是文言文 我小學就讀了 紅樓夢這些所有的古典小學 都讀六七遍了 我看文言文跟白話文的速度一樣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我寫文言文的速度比白話文還快 我寫詩詞比文章還快 所以這很麻煩 所以說但是呢 我英文本來也蠻好的 國藝的很好 但是我們那個老師 讓我忽然間 這個不能怪老師 因為他 花樣沒有一個準的 後來我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時候 那所以說大學年考英文是用猜的 但是還好 但是呢 所以說 我英文 我中文那麼好 我就不用英文了 那結果呢 下面問題說 我到美國去的時候 我說I don't know 三個字而已 好啦 那麼到後面講 大家來說 你那個 翻譯 那 翻譯怎麼樣 其實是 他翻譯我都完全不清楚 因為我話講得蠻快的 他有些概念他不是那麼清楚 這是很自然的 那結果呢 好 反正我只 我說我很放鬆 還有一根走持 把一個195公分的巨人這樣壓下來 他手我三倍大 所以說 OK 很多近在不言中 那好 結果呢 因為我的那個放鬆長法 是中文的 結果他們所有人就 一直在講 洪老師 你要英文版 我說英文版你們講啊 我不懂英文啊 結果他們一直講講講講 老師 不對啦 什麼不對啦 要你啦 我這個人就好講話 講講看就敢答應了 我答應之後回來說 啊 糟糕了 我怎麼辦 那時候年紀也快50歲了 那開始學英文怎麼辦 結果我跟大家講啊 我答應了 就開始回來了 結果呢 我這有福報 結果我的學生啊 他開始 還有他的partner 一個 一個英文啊 這個是國際 就是 國際級的 這個英文的大使 他們就 每天給我上 每個禮拜 給我上一個半小時 兩個小時的家教 一個禮拜三小時 我那時候讀什麼 Harry Potter 我就聽CD這樣子 但是我不准讀中文啊 只能用英文讀英文 到開始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在講什麼 看不到的 書跟CD 我真的搞不清楚在哪裡 結果各位你知道嗎 我一年之後 我同學在美國去 我做什麼事情呢 我用英文演講 在哈佛大學 用英文演講 在麻省理工業學院 用英文演講 就那時候呢 我有一些學生呢 他是都是在美國的 名校的博士 有些教授 企業家在美國 三四十年的 我就叫他們說 你不要把方法 交給這些美國人 他說哎呀 老師你不知道 我們這些英文啊 在辦公室還可以 出去怎麼講 我說你在講什麼 我去年 我只懂了三個英文字 我今年 就對他們美國人 在全球 對頂尖大學 我用英文演講 講兩個小時 有時候不可以 這個 就是說 你要不要做 要做就這樣做 所以說我用英文 又寫了一本 我心經啊 用英文 就是心經 除了中文那一本 做一首讀歌之外 英文本 我 兩本英文書嘛 也是我自己寫的 所以 重要是說 你相信不相信自己 所以我們啊 台灣啊 有太多的機會 台灣人要相信自己 不要搞那些小道 台灣的資源很少 台灣最好的機會 就是當地球的腦袋挂 幫地球 把地球的浮起來 所以我講這句話 不是望之尊大 而是我看到的機會 會看到它的可能性 所以說 決心地球 就是 讓 整個地球 所以的人 我們如果來幫助他們 來讓他們 產生覺悟 所以各位 地球 這個地球 是我們未來 共屈之地 所以說 好幾年前 有人問我 他說 兩岸問題 我說 兩岸 我說只有地球問題啊 因為我們看歷史 所以說 像我在台鐵 剛剛你們看到講的 我們看是千年的問題啊 我說一百年後 從一百年往後看 哪有這些問題 我們必須為人類百年之後來思維 那麼 建構正確的路向 讓它走下去 所以說 決心的地球 讓幫助所有的人 幫助地球上所有的人 準備在新的世界裡面 創造光明的未來 這是 我需要做的 第一個 净土的地球 所有的地球上 所有的企業的 外部成本 它要內化 要以地球踏快器的概念來看待 每一個人 尽他的責任 把地球的科技 做成個 能夠合乎到的科技 讓這個地球 成為清靜的淨土 第三個 準備 共構 以每一個代替的精神 供養 貢獻給這個地球 建構未來的地球文明 讓我們到全世界 造成全宇宙 我們地球是 讓整個世界 讓整個宇宙 都充滿公民的地方 這是我一直 能一直在思維 希望 能貢獻給地球的 這個概念是高的 但落實下來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的 基本的身體 基本的心 我們的幸福 必須每天有 就像六祖慧人大師 所講的 他面對五祖 紅人 他說 弟子心中 長生智慧 未審和尚 交作 何物 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的心裡面 必須藏有福氣 我們這福氣 是有智慧的 是有力量的 是能夠幫助這個世界的 我們是健康的 我們是快樂的 我們是幸福的 我們是積極的 所以是從現在開始 我希望大家呢 要照顧自己 每一個人的身體 你們對自己的身體 擁有很大的責任 我們受到父母的身體 我們要把身體 弄得更好 走的時候更智障 活得更長壽 更快樂 對家庭 我們把自己的身體 照顧好 是我們的責任 對企業來講 未來我認為說 一個企業主的身體 是檢測一個 良好企業的一個 一個標杆 還有他的心靈 所以能夠 把身體的健康 弄好 讓你的幸福感 不斷增加 那周遭人都感覺到 這種幸福 而且身心都改善了 我就說 我們人的價值 我們人這輩子 就沒有白活了 其實 有時候早上醒過來看看 就好像忽然間 就從小孩子這樣 長過來了 就看看 年過半百了 七十八十了 但是怎麼還活得 那麼有興趣呢 走的時候也沒有遺憾 但是不走的時候 還是活得很有興趣呢 這源於不斷的能量 這從哪裡來的 原來我心中啊 好幸福 好有熱情 好有力量 所以說這樣的時候 我們來動化人類的未來 這場幸福與光明的未來 很多佛教徒 他對於病 會有一種想法 很多人認為說 哎呀 菩薩就要常常生病 我想這不對的 菩薩呢 是要身體健康 但是就像 微博姐 菩薩生病的時候 還能夠度眾生 好 所以說我看了 菩薩不是很健康 釋迦牟女很健康 這些菩薩都很健康 懂嗎 好 但是呢 好 所以說啊 希望大家 要健康 要長壽 要幸福 要快樂 而且 要有能力 把這種力量 給你的家人 給父母 給子女 給自己的事業 給自己的夥伴 給自己的朋友 還有 供養這一塊 生我們 育我們的土地 好 我們呢 希望大家呢 永遠是 這個世界的資產 這是 我感覺 存在幸福的 最大力量 希望今天所講的 對大家 有一點點小貢獻 希望我們大家相約 永遠幸福 健康 快樂 謝謝大家